6顆4個相當活命 這樣結束了 這叫6號 這個就是 我們整個送人點 它裡面的環環 就是衣袖點有32顆 出現1顆4顆的衣袖點 二級點有16顆 出現2顆 4個的二級點 一直都會靠這些 整個送人點 下面一個就是 就是 你在 生理系統的 就是你在考試的時候 那個從事就是我們在 縣裡面考試 在裡面考試的時候呢 那就是什麼呢 然後在 縣裡面考試 那在 那個 國家考試 考中的時候就是所謂 那所謂考中就是 那所謂的 縣是怎麼樣呢 縣就是 黃定清潔 一般來講你考中的時候 你考中了 會制 就等於是縣制 就等於 不能就一定 為什麼 因為 我們 可能在 在寧國初年有一個 有名的 叫做太恩 他考中了 會制 可是 考中會制之後呢 他家裡面 長輩死掉 所以 長輩死掉的時候 所以他就不能到 經理店接受什麼呢 接受 這個 資格 因為 你那時候 你是 比如說家裡面有 那你在這邊 送禁止 這個是 所以 他到那邊 結果 那些主管官 就把他 批明單 就把他拿下來 所以 他只是 會制 只是禁止 但基本上來講 如果說 送上去的 黃定都會清潔 都會變成是禁止 只是前面幾個名字 他會排名 所以 這個是 就是 我們在這邊 提不出來的 好 那麼 呃 這邊 就是 我們剛才講說 你禁止的等級 考得最好 一甲三名 叫做四禁是幾禁 第一名就是 第一名是重元 第二名第三名 二甲若干明 二甲若干明 我們的三 三甲若干明 四禁 那我會在這邊的區別 是說 因為我們的區別呢 跟大陸不太一樣 他們有的大陸 他們 就是說 班農可能帶著會葵 然後 市井帶著什麼東西 跟我們這邊 分不太一樣 好 那麼 這邊是得撞文點的機會 就是有出現 市的機會 那出現市的機會呢 以第一種出現 四個市的 那麼 四紅五子都算計 重元稱穩 就是算值的最高分 那五顆相同非四的 就是重元點 這個叫做五子 那五顆 相同四的 這個叫做 五紅 五紅四可以小分的頂 就把分前的頂 把它拿走 那以前我們這個方法是怎樣的 就是 如果你已經得到 你認為我得到 那我不能得到 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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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重元 就是你已經得到 人間學分別 我們從裡面可以再拿 所以